什麼令的 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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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 嗨 大家好 我是在台灣馬來西亞人 什麼令 今天你來內埔啊 因為世界金牌在內埔耶 哦 世界什麼金牌 要是世界杯巧克力比賽 金牌的酒 什麼叫 四個金牌耶 85%巧克力的金牌 不補製造商生產活 直接交易耶 就是四金的酒 所以 今天一定要來挑戰一下 腳很痠 我先站起來哦 由此來過年的台灣驕傲 得主 曾智元智慎 這四個都是可可耶 嘿 這些都是我們屏東在地 我們屏東在地的可可 跟果農西味可可 屏東的可可 是進更的農產 你看 它的果 很大很漂亮 但是 別人要直接吃它的果 所以一定要有人幫它加工 幫它變成有價代的產品 哇 牽絲耶 它會有很濃稠的膠質罩 可以真正拿來做巧克力的是 就是裡面這個種子 很濃稠耶 好 來囉 來囉 講評語哦 先不要咬破 不會咬破 我不要咬破 先嘗一下外面的口感 像什麼 講得出來嗎 山竹 欸 美人囉 因為我是馬來邀來的嘛 馬來邀來的人 一定會在六年跟山竹的嘛 欸 台灣人會比較認為說 像在四驚 喔 四驚 四驚也蠻像的啊 也蠻像的 對 種子可以咬破 可以咬喔 對 可以咬破 吃到啦 會出的味道 對 它種子咬破 會帶一些 苦苦澀澀的堅果味 對 這時候是沒有巧克力 因為被發酵對不對 欸 欸 欸 它就是要經過我們發酵的階段 那個就是發酵箱 用它最天然的方式去進行發酵 發酵完之後 我們就會進行日散 再乾之後 我們還會把一些 比較小 比較扁 比較不好的它做分離 挑選之後的一顆可可豆 就是我們要製作巧克力的原料 這裡就是豆仁 這裡就是殼 那我們的殼就是拿來泡茶 豆仁 刀鈴 氣甲 刀鈴 嗯 哇 有點複雜耶 哇 你覺得100%巧克力的感覺 對 100% 它本來就是酷的 不會甜 它就有三個特色 第一它可能會有酸味 第二會有一點色味 第三會有苦味 世界飛行牌 我要來囉 來囉 很香耶 實在是香 你平常可以就是先聞 聞了之後 直接放一半 放到嘴巴可以咬 就可以感受到它的脆感 很脆 然後慢慢的去品嘗一下 它所釋放出來的層次 還有它的風味 它會有料性 它酸色酸色耶 很圓潤的酸味 嗯 然後會很接近你剛吃的可可鮮味 現在酷的感覺就來了 對 它第二階就會轉出一個 聽人而已啦 其實每一個很聽的人 如果是我在品 它是會有一股酒香的味道 嗯 我是一個普通的素人 也是覺得超好吃耶 真的喔 很好吃耶 真的會感 真的會感 六百多 六百耶 它有很多區域賽 亞太杯子是其中一個區域賽 區域賽有得到 零次的才可以進階到世界杯 世界杯 它可以奪冠耶 這個台灣的驕傲來耶 一定被人來吃 它85%了 比較起來 可能它就會比較 合了大眾的口感 真的 塗料比較多 因為色的比沒有那麼多了 但是85%是回甘耶 對 我覺得85%會回甘 對 越高它的巧克力是越不好製作的 要把它工會層次做到很好 是它比較困難的一個 要來問閉訣 所以秘密就是 要懂得跟豆子聊天 我可不可以會吃就好 好難喔 台灣比較特別 可可 它是從素到巧克力 距離最近的地方 就在我們均洞 也在我們台灣 大家一定要積極台灣的驕傲 台灣的可可 這會走出國際 走出國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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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世界認識台灣巧克力 沒錯 用新台幣讓它下架 好 現在就來 焙巧克力的蛋絲挑戰 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